如果吃對 也會讓你的腳減少發炎 減少很多的疼痛 那吃什麼好呢 我要示範一道好吃的奶昔 好 我們剛剛說 主體很多的疼痛 都是發炎造成的 還有就是說 甚至可能你的拇指外翻 是因為媽媽沒有吃了好油 所以我趕快帶來一個好油 亞麻人子 Omega 3 然後呢 我還加了這個鳳梨 鳳梨 裡面有類黃酮 還有鳳梨酵素 對 抗花炎很好 非常好 類黃酮就是很強力的 抗發炎的效果 然後我們一定要連心打 因為最多的鳳梨酵素 在心裡面 對不對 那鳳梨酵素也可以幫助 我們代謝掉一些不好的東西 也可以減少發炎 然後呢 香蕉裡面有豐富的甲離子 還有纖維 對 最重要它的果膠 果膠 所以幫助我們排毒 其實香蕉最好的地方在哪裡呢 香蕉皮 所以這個皮要刮一刮 藍色的部分 對 還以為你要連皮吧 很多的水果的營養素 是在那個中胚層 就是讓那個皮 外表皮弄掉 然後那個中胚層最好 對啊 它的植物生化素都在中胚層 植化素 對 酸酸都在那裡 香蕉的椒肉 還有橘子的橘肉 都是中胚層的產品 我告訴你 對 他們就說最好吃 就是把這一層 全部給它刮下來 而且抗氧黃粒最強 最強 你香蕉如果放久一點變黑 所以那個香蕉皮的抗氧黃粒 好 最後我們倒進 亞麻仁籽 好 大家很想看我沒誰怎麼打 我們打一分鐘就好了 其實那個亞麻仁籽 亞麻仁油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我都是要吃的時候 再打 最新鮮的油 有沒有聞到那個香味 然後它的那個 所有的不飽和脂肪酸 都出來了 不能倒太多 不然我們都沒有了 真的很像奶昔 來 好香 好香對不對 回去可以打給你兒子喝 真的好香 謝謝 非常的好喝 鹽汁 鹽味 加水 對 我們向食物介水 所以剛剛都是鳳梨的水 所以我們要嚼一嚼 都是水果香 而且真的非常好吃 小孩子也會愛吃好甜 好棒 非常好吃 這個喝進去 會滲透到我們人體的 六四兆個每個心